漫天白雪紛飛 放眼望去 整個地區都被積雪覆蓋 今年1月 盤旋在北極圈上空的極地 涡旋增強 向南延伸到歐洲 北美 這星期只有從俄羅斯 蒙古北部 西伯利亞地區來的寒流侵襲歐洲 帶來強烈吹積雪和低溫 威力強大到被歐洲媒體形容是 東方怪獸 西伯利亞之雄或雪炮 根據德國天氣觀測站數據 歐洲氣溫最低可到攝氏零下30度以下 部分地區夜晚溫度不超過攝氏零下20度 在瑞士海把1850公尺的山區 更測到零下36度低溫 英國和愛爾蘭氣象局 都對幾個地區發布最高層級的 紅色天氣警報 連靠近地中海 以上氣候遺人的南歐國家 都陷入冰天雪地 西班牙北部坎達布里亞地區的海邊 三十年來首次下雪 義大利羅馬以往二月均溫最低還有三度 現在也出現零下6度低溫 自2012年以來首次在二月飄雪 法國同樣寒冷 北部氣溫甚至下灘零下12度 這波寒流在歐洲奪走超過40條人命 波蘭 法國等地都有街友或老人凍死的不幸消息 部分國家派警察巡視民宅 比利時則有城鎮強制街友進入安置中心避寒 歐洲數百間學校停課 校車停駛 大眾運輸停開 英國航空公司取消60班在西斯洛機場起降的航班 烏克蘭東北部的哈科夫省部分區域積雪量達70公分 全國24省有11省大斷電 寒流冰封歐洲 北極氣溫卻異常升高 丹麥氣象研究所發現 北極圈目前整頂氣溫為零下8度 比正常平均值高出20度 根據美國全球預報系統推算 北極氣溫可能已達2度 隨著人為因素造成全球暖化 發生古怪天氣的頻率只會增加 大愛新聞陳曉玲編譯